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咱们开幕式的一些情况 齐手都坐在后面 这是领导们在启动这个开幕仪式 借助全国象棋 电视快棋赛等高规格 高级别的体育赛事平台 大力宣传推荐我们幸福西宁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 以使国内外更多的朋友能够以此认识西宁 走进西宁 并最终赞上西宁 通过多年来的持续打造 目前 西宁市的品牌赛事有 元旦环城赛 高原风筝赛 西北五省少年龙华赛 以及城中区 城西区和黄州县等区县的品牌赛事 其中呢 元旦环城赛是我们一个连续四十六年 不间断举办的城市迎新年群众群的活动 向其深受高原古城西宁群的喜爱 我们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八届的新宁东方 这是我跟张长老师一起是在 新海卫视电视台做的这个 现象各层级的 干职工农民中小学生向其赛 我们将在全市尤其是中小学 持续推进普及向其活动 引领更多的群众参与其中 以此促进全民智力运动的发展 着力打造我们西宁的象棋品牌赛事 我们借助全国象棋电视快捷赛等高规格 高级别的体育赛事平台 大力宣传推荐 我们幸福西宁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 以使国内外更多的朋友 能够以此认识西宁走进西宁 并最终爱上西宁 那比赛呢圆满呢结束了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最终呢取得优秀名次呢 是冠军王天一 亚军郑维彤 第三名呢是蒋川 那在最后的决战当中呢 应该说王天一和郑维彤杀的 还是挺激烈的 我们下面呢就把这盘对局呢 回顾一下 本次比赛呢是采用单摆淘汰 双局制 单方用时呢是十分钟 每走一步棋加三秒 应该说这个节奏也比较快 比我们常规的这个联赛呀 基本上快了一半 那么最终呢这个王天一和郑维彤呢 纷纷的击败各自的对手 在决赛当中会师 红方呢是郑维彤 这是第一局的较量 第一局棋呢 郑维彤呢 直红旗采用了中炮巡货区 对平红马晋三族的这么一个开局 黑方马二晋三 王天一呢采用晋三族呢 可能也是想先把这个局面啊稳住 因为相对来讲 晋三族比晋七族呢 要变化少一些 我看这次呢 比赛当中啊 王天一后手旗呢 也是走得比较稳健啊 不愿意轻易弄险 那郑维彤呢 也是满怀细心啊 采用这个巡货区这个 对兵的这个 既古老 又是非常经典的这个便利 是 区二平七 到黑方 这时候走了一个足七进一 对 拱这个七族呢 也是 当前呢 认为的关招 如果你走抛二队一 红方 炮八平七 你抛二平三 他居居居六 这个变化下去呢 黑方呢容易吃亏啊 所以黑方先把七族拱起来 来看红方怎么定型 一般的红方多走马八进七 对 黑方再抛二队一 红方再马七进六 黑方平炮打局 红方再走海 嗯 也是 比较常见的这个走法 但针对 黑方这个阵型呢 曾卫同就是 从中路呢 准备发动攻势 嗯 所以小郑呢 我觉得最近下棋呢 还是保持了这个 比较积极的 这个态度啊 嗯 就是说他下棋呢 尽可能去寻找一些 复杂的变化 对 来与这个对手呢 一决高下 这儿呢 对黑方呢 也是不无考验 对黑方 可能中路得 十四进五补一手 嗯 他要是抛二退一的话 那可能顺势这个 比较五进一了 对 黑方补一手 也是比较稳正 对 比较五进一 抛二平五 他可以比较五平六 比较五平四 嗯 所以得十四进五补一手 这也是必要的 红方这个时候再上马 黑方再抛二退一 他再抛二退一 红方马七进五 嗯 那抛二平三 红方区七平八 打二区呢 正好把区封住 黑方再 向三进五补一手 这儿呢 基本上这个续盘呀 就告一段落了 嗯 双方这个阵型呢 基本上定型了 进入了比较复杂的 这个中局战斗 那么这一次呢 那张维彤啊 嗯 为了这个更好的适应咱们这个 清早高原的这种气候啊 提前了两天呢 就到达了这个西宁 也是能够有这个 一篮啊大美青海的啊 这种感受吧 对 嗯 张维彤说他专门去了一下 青海湖啊 嗯 能够欣赏到了这个 非常秀美 而又这个大气的这个 这个青海湖 那王天一呢 就是正常报道啊 嗯 呃 这次王天一呢 整体来讲呢 下得比较轻松 嗯 对 他是 先是碰了洪志 先是洪志 后来是碰到了 哦对 他是先碰到洪志 然后也是 应该是 也是争险过关 对 其实第一盘有一定风险的时候 其实他对洪志的这个对击当中啊 也是形势 比较危险啊 第一盘棋啊 洪志占的优势不小 嗯 但是在这个 进攻当中啊 洪志出现了几次失误 就是在优势比较大的情况下呢 逐步缩小优势 对 最后就让王天一呢 这个通过简化的战术呢 而形成了河棋 结果第二盘棋呢 王天一就反过一击 嗯 战胜了洪志 对 后来是对上了赵欣欣特大 对 赵欣欣特大呢 这两盘棋呢 王天一到下得比较轻松 嗯 后手棋呢 先是用国宫炮 守合了他的飞向局 飞向局 对 第二盘棋呢 所以这个王天一呢 展示了 他反走了这个飞向局 然后 对 赵欣欣也是选择了 尸脚炮对局 双方是散手战的一个 大打出手 嗯 最终呢 这个王天一是战胜了洪志 和赵欣欣 嗯 那张维彤的情况呢 你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前两楼 啊 啊 这个气马失势的一个气啊 化解了危机 嗯 最后第二盘呢 也是继续这个反击得手 所以说两位棋手应该是进入决赛 都是嗯 比较的充满波折也是很 他们两个呢 嗯 等级分一个第一一个第二 对 进入这个决赛会师呢 也是在大家预料当中 嗯 但是过程呢 也是一波三折 对 这次比赛也下出了不少精彩的对局 对 红方 G9平8 现在他先把这个G的亮出来 对 来看一下呢 对方怎么不G 嗯 黑方呢 现在选了一个G1平3 嗯 王天一可能对这个阵势呢 又有了一个新的这个 体会吧 嗯 一般来讲感觉要G1平4的 肯定性更大一些啊 对 直接就把G亮出来 对 因为进居以后将来这个G啊 有可能这个G 直接反击 嗯 这步棋呢 可以说主要是 呃 加强防御啊 使这个炮有根 将来还有必要是能保马 是大致这么一个 思路吧 那么随后呢 红方是走了个捕士 对 红方也没有急于去动手 因为暂时也不好动啊 此外呢 红方也可以考虑 直接这个邀队三兵啊 对三兵呢 马要能跳到向尖上去呢 这个棋呢 红方呢 我觉得还是略占一点便宜啊 那张维彤呢 也没有急于去对兵 而是想保留一下变化 他先补了个试 因为这个 底下呢 将对方打 没有将 他是这么一个考虑 黑方接下来走了一个炮八尖二 这个炮八尖二呢 这个炮八尖二呢 赛后啊 这个王天一和张维彤 他们两个人也复盘 嗯 张维彤认为这个炮八尖二就走得特别好 然后他自己的一时就找不到这个进攻的方法了 因为这次比赛的时间也非常的紧张 对是快气赛嘛 嗯 双方呢也来不及这个细想 张维彤实战呢 他是走了个飞边向 对 我当时呢 我跟唐南我们两个也担任了这次 啊 这个青海卫视的这个直播的这个讲解 嗯 我就感觉这个飞边向啊 这个动作要太慢 嗯 这个不能够对黑方呢 有更多的威胁 啊 赛后呢 他们两个也简单复盘说到这儿 还是应该进居捉马 对 这个变化就比较复杂 对 郑维彤他对自己的这个向七进九也不太满意 对 他觉得是比较缓慢的一个招法 这儿黑方如果马三进四 嗯 红方就可以继续再撞重兵啊 对 你如果登掉 我就把你登掉 这个棋红方呢 还是略歪便宜的 如果你打掉 红方要求简化可以打掉你 好 打掉你 你输入金只能拱掉 我举八平七 他有这么一个厉害的招 嗯 这个棋啊 他有底炮较僵的这个棋 这个棋 黑方的右翼啊 不容易舒展 如果你炮较平二 我对到你炮八平五了 嗯 我还是先手 黑方的右翼稍显空气 如果你足够吉一呢 我先 船里将 我还可以马五去六 继续保留这个复杂的战斗 是 因为这个右翼啊 对黑方的压力比较大 这种走法呢 黑方肯定是不容易接受 就说的容易吃亏 那么黑方 呃 最有可能的呢 就是走马 炮三平四 对 平一走 这儿红方呢 可能有一个炮八平七 打局 黑方 可能还得载马三七四跳上 他有两种走法啊 一个是退敌马 哦对 他可以回来 退敌马呢 就说的他能够全力去防御 也是可以的啊 另外呢 如果他跳马三七四的话呢 跳马 嗯 红方可以狙八架 这个下体 这个对局 这儿红方呢 基本上还是先手不失啊 你对调局 我杀一枪 你颠炮 我的马五进七 黑方肯定要在跑马腿一来进行防御 嗯 这个七整体来讲呢 也是局面相当 但是红方呢 还是保证了略先的这个局面啊 我觉得塞后他们两个也简单的 进行了一个交流 嗯 也是认为红方这个时候应该禁区捉马 而是的呢 张维同可能就是想 飞招相下午再捉 你跳我打 然后我将来有马五进七 对 有这么一个点啊 但是呢 在两军队里当中啊 这个补相啊 就显得这个动作啊 略有迟缓了 是 给了黑方呢 一个充分的反击的时机 嗯 那么王天忆呢 这个棋呢 他本来是第一排棋走后手嘛 也是想先稳住正脚 但是现在看到时机有反击了 他就马上的马七进六了 对 他马七进六跳上来 然后红方呢 也迫不得已 这个棋 对 他直接比五进一冲 其实呢 另外一个稳健的走法 马五进七也不见得不喜 是 因为你已经有根了嘛 你也不怕他再拉 他拉住还可以进去捉 对 拉反而不见得好 嗯 就是红方呢 这个地方如果选择复杂一点 还是应该走马五进七 嗯 他比五进一呢 这个棋最主要黑方有一个马六进七登兵 嗯 这儿呢 红方这个中兵啊 进退都很难 对 这儿黑方呢 就是在物质上呢 有了一个兵的实力 并且红方这个棋呢 没棋 对 这是中路的攻势被化解了 接下来红方 冰五进一往下冲 嗯 黑方马七进五 简化局面 嗯 红方只能去飞向飞掉 黑方在马三进五 在吃掉兵 对 然后红方走聚八平气 当时郑维同志走得也飞快 他就认为这个底炮啊 可能对黑方有比较多的威胁 像将军偷吃炮呢 也是有些威胁 嗯 但是呢 呃 黑方的整体的局面呢 还是比较满意的 好 那么后半局的这个战斗呢 如何进行的呢 我们稍后呢 为大家继续讲解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 收看这个 郑维同直红对阵王天一的精彩对局 然后现在黑方实战是选择了一个炮三进三 巡河炮 嗯 当然也可以直接炮三平二 对可以这样进行一个交换 对了G呢 红方在G八平六 如果你平炮的话 对方也可以再炮二进三 嗯 这个棋就是平炮打趋呢 就比较简单了 是 黑方呢能够确保多足 嗯 实战当中呢 黑方炮三呢也是为了 保留一些复杂变化啊 嗯 红方抵炮一僵 还抵炮一僵 嗯 然后再落势 这个抵炮呢攻势倒不可怕 嗯 随时有退马啊 现在啊 他们两个这个中局的较量 应该说是比较有特点啊 对 就说临场当中啊 就是怎么判断这个局面 红方呢 实际上来讲呢 这个棋啊 难以造成这样更大的这个攻势 所以红方应该考虑这个 攻守坚卫的这个方案 当时红方可能正嗯 还是一心想这个对攻战 好像呢子力都一直想往上冲 对 他没有想着特别多的去防守 所以说这个红方选择的马三尖二 还想继续在往里盘马 是 这个思路呢 就是要选择对攻了 嗯 应该说呢 红方主要是这个方向呢 一下走错了呢 导致后边的这个战略 实物战术就跟不上了 对 冷静的来判断这个棋呢 红方这个棋啊 应该走具体平化 从这个大局着眼 嗯 就说的保证呢 这个局面呢 就是不让黑方呢 有更大的这个反击 这个局面发展下去呢 尽管黑方多一个棋族呢 也是反先了 但是呢 战线呢很长 红方有很多机会 是 如果你再回马灯 我就再把炮退回来 退到巡河啊 将来还有中间江啊 还可以G8平6啊等等 这个主要是能把 把黑方这个子力呢 牵住啊 这个也是形成了 呃 一个这个挺不错的 这个方案 另外如果黑方走G8平1啊 红方就可以考虑走马五金4 往里跳 把黑方这个子力呢 切断 嗯 这儿呢 也是会给黑方呢 也带来很多这个新的难题 就是总之呢 双方这个棋啊 对 缠的比较紧 可能和棋的底子啊 黑方当然也有这个平炮 对 如果你吃的话 有足G8平1 那红方可以把它飞掉 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简化 嗯 局面呢 基本上呢 比较接近 对 嗯 实战当中呢 红方正是由于这个形式判断呢 出现了一个偏差 他走的马三尖二 之后呢 这个局面啊 王天一在3号复盘的时候 他也说 他说他感觉一退马一登炮 这个气球非常好下了 他实战呢 就马五 马五退三回 先把这个底炮赶走 红方 是退炮 嗯 黑方G8进3 G8进3 王天一呢 认为这个感觉这个G啊 长到这里啊 对红方呢 形成了一个啊 很有力的这个阻击啊 就是红方的子力 无法在往里面